字幕志愿者 金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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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觀眾 感謝直播收看 齊哥 達哥 其他這一家 今天又是2020年6月30 6月的最後一天了 不小心過得開心嗎 今天星期二 這兩天都在看一些YouTube的影片 有些分享 有些話題可以聊 那這邊各位可以看一下 Minecraft這邊的話12345 它每次基本上都會變 那如果說重新玩遊戲的時候 它這邊都有一個標題 都會重新變 那今天我們來玩樂的話 一樣是玩一下星雨 其實這幾天看Youtube 蠻多的直播組都開始在研究 那一些 制服組也在研究 1.16版 那目前我們的星雨 星雨這邊它也開始在 研究當中 那今天剛剛好像有爆掉它的大廳 我看它DC上有寫爆掉大廳 OK 反正我們就是一樣進來逛逛看一看 它的大廳沒有 DC有分大廳生存跟創造 那創造有三個人 那小遊戲關閉中 生存二服沒有人 生存一服二三人 表示它服開的蠻多的 其實這樣子蠻刺激的 對啊 那一樣我們先到我們的 創造服 看一下 一樣它是防外掛系統 先點進來看一下 看有沒有報告什麼樣的狀況 巴哈連結網址連結 不錯 OK 那我們就是 看一下它的創造 創造的話什麼功能都可以做吧 飛翔建築 還有這個 創造的好處就是 團家可以隨便玩隨便挖隨便一坑 所以都會亂七八糟的 那這什麼字咧 我們就是繞一下看一下吧 好 它可能用組合式的方式吧 那邊還有一個 風火台喔 看它怎麼怎麼拼成的 也有可能被拆掉了吧 那創造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找地方 任意蓋它想要的建築物 好那目前看到有 喔這邊有三位玩家在 在練創 在練耶 喔喔喔 它用玻璃片喔 它可以TP的啊 喔不行 好所以它沒辦法TP去看別人 那就只能讓我在這邊晃一晃 看一看喔 看一下菜單 菜單這邊應該是不能用的 把刀拿走 一般它的菜單就Shift 1 沒有喔 那我們一樣先中斷連線 好再重新加入它 加入它的話 就可以重新選擇 我們要的一個 生存符 那我們到二符看一下 二符沒人 二符沒人 二符沒人能不能玩 二符沒人可以玩耶 耶 他們把它丟出去了 所以玩家要小心 不要Q錯了 Q錯了 就把東西噴出去了 這生存二符 好可怕喔 好可怕好可怕 有弓箭在打我 生存二符應該是 很單純的一個 空地而已 阿 噢 喔… 還是有一個噗 噗噗噗噗噗噗噗 哇刺激了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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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噗噗噗噗噗噗原子 是 alleen 你在這裡 哇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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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一樣也是做得很棒 我有打錯字了 我要把它打成我的Key了 所以有時候跟文家講 貼文件是要稍微看一下 要貼對 貼錯就很麻煩了 那我們服組跟我問安安的 齊哥 所以他這一幅 這一幅進來就沒有那個 防外掛認證 直接加入的話 他就直接幫我認證OK了 那這邊有一個領取的是 REWARD 他領取一下物資 按錯了 REWARD 領取獎勵 好 這是我們的另外一位 盛代的Youtube組 FRUIT FUND 我看他下簡號 我忽然想到 今天的那個 我們的 無圈線的IG被人家盜用 有人用他的帳號 就是少一個減跟多一個減號 讓他變成說 到帳號 就像我常跟玩家講的 你跟一個玩家在聊天的時候 到底他是他 還是不是他 因為我們常跟玩家講的 詐騙太多了 他用你的帳號改一個名字 就不見了 像我是ISAMITOM 對不對 如果玩家搞不清楚 會想說奇怪 他是誰 有沒有 插一個數字就不一樣了 不然我之前叫ISAMI 然後因為遊戲的規範 有些設定就是 你要規定那些範圍 或該規定那些字眼 就像我說那個 那個什麼 恩... 英雄聯盟 我叫搶匪 但是問題就是要多一個字 就是搶匪X 對啊 對啊 我特別愛直播組 他們還有一個直播組 對啊 好 有蠻多玩家在打招呼的 對啊 他們聊天聊天 欸我看一下 他的跟DC的聊天有一樣嗎 有跟生存的聊天室是一樣嗎 欸有欸 他的生存頻道DC的聊天服 也是很棒的 所以玩家有空可以去加入他的DC 我下面都有寫 我加入他的DC服 可以看更多訊息 不然 我常跟玩家講啦 訊息太多 看不完 因為你要 你要滾 你看像我現在一進入 我就要看這些 話 還有一些字 那他每個人的一個代號名稱 還有Discord的輸入 這邊都會看得到 有沒有 這邊都會看到很多人在聊什麼 欸欸欸欸欸 老大你怎麼跑進來 現在豬人也會穿過我的地獄門來 喔好可怕喔 對啊 因為他們有在討論 就說我們在直播中 有人在開台不要亂討論 哈哈哈哈 對啊 因為他們怕一些討論的東西 不小心不小心 直接在YT上看到 就好有常跟玩家講的 你今天 今天有一些 一些 不好的東西 被人家看到 就是盡量不要講 因為直播的東西是直接上傳錄影的 那每個直播組的設定都不一樣 有些要開放的是 開放直接上就直接有了 那有些直播組是 可以重播去看的 那你往回拉就可以去看到 重播的訊息了 各位玩家你可以看一下 我這個地獄的地方 感覺好像又被人家來侵略過 有沒有 然後就變成坑坑洞洞 所以我跟玩家講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設定好保護區 保護區的話你就可以 不用怕說被人家拆掉 因為它這個 碉堡還不錯 還蠻衛生的啦 只是說你看 經歷有幾天沒上而已 這個地方 被拆成這樣子 本來是一條路的 被拆成泥泥泥泥的 這邊很容易生凋零骷髏 那就是刷怪的好地方 刷凋零骷髏的好地方 所以玩家你可以想想看 2014年我買了這一片的時候 每天就在這邊刷 就這樣刷 刷 刷 就這樣刷 這樣每天晚上刷個一小時兩小時 為了刷那遊戲幣 為了要刷那個凋零骷髏頭 去換遊戲幣 因為遊戲幣它可以設保區 保區你才可以去 去玩你更多的一個設定 就比如說你要設定你的家 你如果家太小的話 就會卡在說 我今天要蓋什麼樣的建築物 可能擔心會被破壞 會擔心說我今天沒有保護區 會受到人家的攻擊等等 唉唷唉唷唉唷 我覺得這樣打好慘 所以才跟玩家講 一定要先有 先有那個 唉唷唉唷 唉唷這什麼事 穿下來竟然沒事欸 難道是lag嗎 好 隨便丟掉 對啊 忽然覺得 從通通掉下來沒事欸 好 好 那有可能剛好瞬間 瞬間 我們瞬間的那個 呃 程式的變動 影響到它的那個 狀況 就去跳下來 那就在HOMD到A 等一下 對了 在這邊順便跟各位提醒 現在目前五位觀眾朋友在收看 我要跟你們提醒 到7月2號之後 我會回歸到我原本的搶毀的頻道做直播 因為那邊比較 比較多 比較多的觀眾朋友 能收到我的訊息 這邊其實是這90天 佔用的 佔用的話 我也不曉得 我也是不小心 讓各位觀眾朋友 加入我的一個頻道 因為這邊 從兩三個人 現在已經變 快60人了 好 那也非常感謝 各位的支持跟 訂閱 點讚 點分享 好 那 常跟玩家講 有些東西要找到對的人去聊天 找到對的人去問 像我看臉書上 有些在問問題 真的好可憐 就被人家欺負 弄不動就被人家罵說 你不會 Google 你不會查 你不會自己研究 真的好可憐 如果真的會查 真的會用 就不用來問了 但是有些人是真的 他只是用問的 因為問最快 我們常跟玩家講 直接問答案最好 不用在那邊找那麼久 像奇哥自己在生活上 很多東西都是自己試出來的 那遊戲也是啊 當初玩這個的時候 他的步景都不太一樣 也是慢慢試慢慢試 慢慢玩 才會知道說 沒有這麼多花樣 不然最早以前才玩 1.8的 到現在1.13 1.15 1.16 對不對 因為發現了 太多東西可以去享受他 那你就是要一個福 跟大家一起玩才會好玩 不然的話 你自己玩 我常跟玩家講 自己蓋得多漂亮多美麗 只要沒有玩家看得到 其實還是空毯 就像我們玩釣魚一樣 才跟玩家講 你有沒有看到 我有釣過這麼大隻的魚喔 在哪裡 就是這麼大隻啊 所以我們都會做影片 做紀錄 因為 我們常跟玩家講 紀錄 這邊是人家的寶具 紀錄 紀錄比記憶重要 因為紀錄的東西你是看得到 記憶的東西都是叫猜測 因為有些人都是 我想好像這樣 那個可能 對不對 你如果搞錯 就是很麻煩 到底是那樣還是這樣 還是這樣還是那樣 有沒有 好像在饒舌 有沒有 對啊 那我7月2號之後 我會回到我的主頻道 搶匪去做 我的所有的遊戲直播 那我 到時候可能就會 開始分類 分類我的直播頻道 我的直播頻道 可能我就會分 這邊的話 可能針對的是 奇哥生活的一個直播 那搶匪那邊 我可能就會針對我的一個 遊戲 針對我的遊戲 去做直播 那未來如果說 還有什麼 有空閒的時間 我會玩在 就是在玩其他的東西 給各位朋友去看 目前的話 因為 工作的繁忙 還有其他的一些 事情 那我也是跟直播上 玩家講過 我在做 喔喔喔 這邊有東西 有過去一下 我在跟玩家講 我在做這個直播的時候 只要有權限的地方 都會去做活動 像如果有追蹤我頻道的玩家 我在上次 在我的頻道 我都會做那個 尋寶活動 因為要有權限 我才可以去尋找 坐標 藏寶 如果玩家有注意看 有些藏寶圖的東西 就是說 我今天 拿到藏寶圖 要去尋找這個 圖內的一個 物品在哪裡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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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說話 阿 有會找坐標的 就是要有一個 效率稿 因為效率稿 就可以很快速的找到 我第一個 要有俏製 要有煙火 可以快速跑圖 我們常講的 快速跑圖 你才可以迅速找到 我的坐標 那我用坐標的方式 來做一個尋寶活動 就可以贈送一些 遊戲內的一些 相關物品 或者是說 我之前都送LINE貼圖 如果玩家有用LINE的 應該就知道 LINE貼圖 就是一百塊 可以讓人家 享受到一些桌面的貼圖 不停主題 或者是說他的一個 LINE的一個 貼圖 可以讓玩家玩得更好 再不然也可以約出來喝咖啡 像我跟玩家講 有些玩家如果真的有興趣 我快掛掉了 如果真的玩家有興趣 可以約 我們可以約喝咖啡 一杯咖啡一百多塊就沒了 所以說有時候買LINE貼圖 也滑著來 那我們常講 辦玩具 辦 玩具 哇 好可怕 馬上被他秒殺 這邊是不會噴裝備的 這是大廳 大廳還沒完工 其實 其實 就跟玩家講的 很多東西去找一些樂趣去玩 就像我現在一樣 我現在開著 打怪 刷怪 這樣子 煎過很快 有沒有 像這邊已經燒了一堆石頭了 但東西真的很多啦 沒有空去整理 我就隨便丟一丟吧 等於有空的時候再來 再來 研究研究吧 那岩漿的話 常常玩家講 可以用岩漿桶去收支 像我弟弟的話 不知道拉到哪邊有岩漿的 有岩漿的 像是跑一跑 跑一跑跑到哪邊有岩漿 再看一下 有吸喔 欸有喔 D是Delete喔 好吧 所以說忽然發現我的岩漿在哪裡 有點忘記 給我開聲音嗎 我看一下 因為它這個有個選項 有沒有 音效這邊可以看字幕 你可以開聲音 就可以聽到說 有沒有岩漿流動的聲音 那再來是F3看座標 座標又尋寶 尋寶的用 你要在一個 7 8 9 10 11 12之間 就可以容易找到鑽石 那一樣 再跟各位講一下 星宇的好處是 一挖全部爆掉 它有一個挖礦的插件 還有一個砍樹的插件 還有一個砍樹的插件 讓你收集樹木跟砍 挖資源方便 許多 就不會說 今天挖一下 可能要挖很久 那 收集資源就更快了 再來就是要附魔 附裝備 讓你的裝備的 更好 就像我現在講 我現在是用效率 效率搞在挖的時候就很快 我們就一直挖過去 好 因為我順便再挖一下 看有沒有岩漿 好 那玩家記得就是要 訂閱點讚點分享 那 7月多我會回去我的 搶匪主頻道 去做直播 好 如果有喜歡的人 記得要跟你朋友分享一下 那 要記得 在底下做留言 我才知道說 有什麼可以幫助您的 好 不然有時候在臉書回應 其實 都是酸民比較多 如果玩家真的有在看 臉書都是酸民比較多 真的啊 就酸一酸就再見了 哪有人會真的回答 有啦 還是有啦 我們不能推翻所有人 就像我們常講的 老鼠屎 什麼叫老鼠屎 哇 整片的 像這件上 也是在練你的那個 操控 像有的玩家 有在玩那個 床戰的 我就可以知道 那種動作 要很流暢 不然三兩下可能就被爆了 像我這種不太會玩的 就是三兩下 就被人家倒掉了 很快就被人家送回家裡 對啊 那剛開始有跟各位玩家說過啦 最近在YouTube上看到真的 蠻多蠻多的 因為很多玩家都想要做YT 做YouTube 那 也要跟玩家講真的 現在做YT最輕鬆的是學生 還有上班族 上班族就是前來無事 可以去玩一下做一下 不然就是有錢人吧 像你如果有看過那個 文老爹的 文老爹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 他砸遊戲壁 玩手遊 真的是超厲害的 因為我有認識 有這麼有錢的人 他的意思是說 我去喝酒 一喝就沒了 我倒不如拿來這邊刷 對不對 我來這邊刷個 刷個 刷個抽獎 給觀眾看得高興 那訂閱入數真的很多 尤其他講話的風格 讓很多人喜歡聽 我才跟玩家講的 你講的話 要讓人家喜歡聽 他再來就是聲音要聽得很順暢 那玩家之前有認識我的 應該都知道 我還有玩英雄聯盟 因為我比較喜歡玩資源 因為叫我主打殺的 好像槍戰一樣 或是 躲在後面幫人家看的 就是那個 跟你講哪邊有敵人 趕快哪邊有 哪邊需要資源 哪邊需要人 就叫叫叫 最快啦 要殺的我就跟玩家講 如果喜歡殺人的 趕快跟我講 我去看你殺人 我只要負責 我只要負責顧家就好 對不對 因為遊戲就是這樣子 找到一隊的人跟你一起玩 就覺得很開心 不要找他那種會罵人的 我以前遇過玩家很喜歡罵人 動物就罵你怎麼那麼笨 你怎麼那麼白痴 你怎麼那麼嫩 誰沒嫩過呢 對不對 每個人都每個人的專長跟能力 就像我講的 我support到人家 在英雄聯盟說 我是賺牌 賺死牌的 我說沒有 我根本不是好不好 我只是 會提醒玩家 提醒玩家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 打敵人 因為說實在的 很多遊戲都是團隊 團隊遊戲 不是說你一個人 獨挑大兩就可以 又不是Minecraft Minecraft 就一個人去挖 但是你如果沒有玩家 我跟你講 你不好玩啊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很多服 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玩 就是因為 有玩家 有管理者 有插件 有東西 可以讓人家玩 齁 那我們的新手接待員 不然打了一個字 齁 什麼聲音 可以讓人家玩 支援界 我們小孩在提醒我 說可以介紹支援界 你不是有個創造 生存1跟生存2啊 生存2嗎 生存2會爆耶 我剛去生存2爆 噴光光耶 對啊 聖呼安安 我是平凡啦 No more care 你好你好 所以我昨天還沒有在DC跟你家好友 有空再頂一下DC家好友吧 今天比較沒有時間玩 因為我今天去看牙齒 我本來以為牙齒裂掉了 後來去檢查說 沒事 就洗洗牙就好了 因為 去年5月撞了一顆假牙 他就要去檢查 一直拖了快一年 因為今年的疫情的關係 所以蠻多人 說實在的都沒去檢查牙齒 一定要記得 牙齒很重要 等到沒牙齒你會哭哭 因為 真的 不辛苦 對啊 所以小孩如果有聽到我講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說 要介紹哪個支援界 目前我知道你有創造 生存1 生存2 那還有一個 跟觀眾朋友講的就是 麥克風清晰很重要 我覺得我音樂可能大聲音 太大聲音 有調小聲音 因為麥克風的 麥克風的清晰度很重要 如果玩家聽不到你在講什麼 說實在的 很難 很難玩 因為 溝通就差很多了 不會挖到那個了 喔 資源界在MVU的傳送界面 喔 了解 所以你有一個資源界的功能 就對了 但是我的目標是要找到銀漿 目前還沒看到銀漿 現在都一路亂挖 一路往前衝刺 那我等一下去看一下資源界是如何的東西呢 欸有流水聲欸 剛忘了說我開聲音就是要看有沒有聲音啊 有流水 有流水 我要被換個水啊 那有些玩家一定會很好奇說 為什麼不用插火把就那麼亮 就是 設定那個功能 又又霧 怎麼突然掉一個洞 就是你要去設定它的一個程式 讓它調成最亮 就可以很亮 那也有玩家喜歡做光影包 就會非常漂亮 那我剛剛也講啦 有玩家在 在電腦用了之後啊 就掛掉了 掛掉之後怎麼辦 就要重灌了啊 很多玩家說 啊你要重灌了 重灌了 問題是你的Minecraft的資料 已經被程式卡住的時候 重灌是沒有用的 一定要把整個目錄移除掉 Minecraft的目錄移除掉 不然就是像我講的這個工具 我用的這個工具 就是說每個 每個 遊戲我都可以直接設定進去玩 我不用擔心說 我今天 被A伺服器或B伺服器的一些更新 弄到 弄成說 不能用了 或者是說遊戲有 卡住了 或顯示卡卡到了 那都是一個方法啦 像我那個主程式已經掛掉了啊 就是因為我玩光影包啊 因為你又考慮到1.15啊 1.幾的啊 一直在更新 一直在更新 為什麼我留水生我還沒看到在哪裡 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好決定了 往最底下挖 挖到基岩看看有沒有 水生 我不敢挖 我一定要看到水 好來 到地底了 到基岩了 喔 不然閃出一個金礦來呢 好 欸龍岩冒泡生 找到龍岩冒泡生了 好 找到龍岩冒泡生 我再來 做一下那個 資源界的介紹吧 那資源界的介紹 應該是一個空的地方 讓人家去亂挖吧 比較乾淨吧 還有一種 斜角挖法 有沒有 就直接行過去的 不 地形直的 或橫的 有沒有 就一路挖過去就對了 一路挖過去就對了 有流水 有岩漿 岩漿也得抖 stream 一路挖去 一路挖去 把這個地方放得好 甚至等到山上 看不到岩漿 岩漿 那是附遙 把摔下去 哦 你看 最後你有效率的搞 寶子啊 挖得很快 就一路一直挖過去 那跟玩家講啊 記得往上挖要小心 有時候流水啊 岩漿啊 掉下來就會把你帶掉了 那就被岩漿燙著了 燙著就很麻煩了 奇怪啦 還是看不到有流水聲 肯尼晚上好 好 所以明天盡量有時間回到家 我再來玩吧 因為牙齒已經去檢查完了 所以比較有空了 請求傳送到我身邊 來啊來啊來啊 哈囉哈囉 你好 我們的UZGVD 因為我這邊不是什麼重要的地方 不要說有些玩家跟我說 我要傳送 我要傳送 傳送 傳送也要看地方啊 不然動不動就被人家傳送進去了 因為我在這邊只是一個玩家 玩家 就是玩遊戲給大家看的一個家 喔不是啊 呵呵呵 我就玩這個遊戲而已 所以我現在還有看到蜘蛛聲音了 天啊 有流水有蜘蛛聲音 你在哪裡啊 好 那我跟玩家講啊 有時候你認真在挖的時候 你根本不會去看到一些說話框 除非你是放空在挖的時候 認真看著說話框 那就不一樣了 蜘蛛冒泡聲 熔岩冒泡聲 欸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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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人會這樣挖有沒有 像我剛剛跟玩家講的 我的尋寶活動就是類似這樣子 藏在某個坐標 他就是要一路挖過來 一路去挖到我要藏的東西 欸 有聽到聲音了 嗯 可是說我要先刪掉咧 欸 咻的右鍵來移除 好 帶S E T H O M E的B 好 再把B設定好 好 殭屍聲音了 好 要解答了 在上面還是下面呢 其實齁 如果耳機有帶的玩家可以注意聽齁 它音效其實還蠻立體的 你看的聲音範圍我不要多帶齁 對啦 一直有聽到蜘蛛聲音 到底是在上還是下有沒有 所以有跟玩家講 這是一個類似尋寶的活動 你會發現說 欸 我要找他那個物品 就有個目標可以去玩 不然有時候玩家說 好無聊喔 最怕就是有玩家說他好無聊 因為他不知道玩什麼 喔 我要鑽石了 耶 一口氣跳出很多錢來有沒有 喔 挖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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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這裡嗎 這裡嗎 是啊 欸 它在這裡喔 現在找到了 喔 所以你可以看名字有沒有 等一下就可以把它挖下來 來抓喔 欸 挖到了挖到了 這是礦坑 挖到礦坑了 耶 探頭了探頭了 欸 這邊剛剛就有蜘蛛的聲音了 喔 這還有流水聲 欸 都找到了都找到了 喔 只是岩漿包還有見水聲 喔 把水漸起來的聲音 喔 所以跟玩家講啊 喔 所以跟玩家講啊 那個 有時候翻譯也很好玩 喔 這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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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水嗎 喔 流水聲 腳步聲 喔 因為它都要插火把 它 它要插火把才有夠量 喔 找到一個岩漿了 耶 繞了就沒了 欸 啊 我東西滿了 一繞之後岩漿桶噴出去了 哈哈哈哈 HOME的D 就是要刪掉我的這個 按Shift 右鍵移除 再來 S E T HOME 的B 設定好之後 我先把東西丟回家 好 再來把東西丟回家 啊 笑死我了 竟然把 竟然把岩漿桶甩了 啊 慘 好 那再來就是把這個 燒了就全部丟進去了 因為岩漿不夠 所以沒辦法燒 好 那有空的時候再來整理吧 我先把一些東西丟一丟 它會自動做整理跟排序 所以玩家有時候可以看一下它的一個 整理 還蠻不錯的啦 可以自動幫你整理包包 好 好 那玩家有時候看這個 就會覺得好無聊 你在幹嘛 在整理東西啊 東西太多就是很煩的啦 就是要一直整一直整 一直整啊 好 那這個就是遊戲的樂趣 你要重重享受樂趣 不然你會覺得好無聊 這個到底在幹什麼啊 欸 尤其不認識這個遊戲的玩家 一定會覺得說你在玩什麼 怎麼在那邊翻 翻箱倒櫃啊 來做柴辣 好 這邊掉了 最主要是把東西收好 慢慢的去分類去整理 欸對啊 我的機 這邊吧 架物品是放這邊 欸 這裡吧 在這裡 在火把 好 好 OK 所以它說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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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單 我來看一下資源界 資源界 唉唷喂啊 來到蛋糕跳那麼遠喔 它的開指令的一個視窗是斜線MU 那目前我有經驗值35了 因為我再去附魔一隻十字鎬 還要拿著我的青青石 好 再到我的一個附魔平台去傳送一下 也是TP的 IAMOND 好 OK 好 先去附魔一下我的十字鎬 這是有一個玩家開放給大家共用的一個平台 還有它一個交易頻道 玩家有興趣 有遊戲必要買什麼材料也可以在這邊買 好 那你如果說記得齁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欸 完蛋了 不能用了 等一下了 免費 等一下摸夭滅 免費 有 我的免費負負責還不能用啦 奇怪它怎麼把它鎖起來了 它把它鎖起來了耶 我去改一下了 我的附魔台被改掉了 對啊,好慘喔,沒有附魔台可以玩的 因為附魔台你要有書櫃 還要有那些材料你才能做 REST的LM下減號的E 這個名稱蠻複雜的 好,我看一下 啊,一樣不行 不行不行 不行咩 還有倉庫喔,REST的倉庫 太酷了吧,還有倉庫 還有倉庫有史萊姆耶,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要被史萊姆打死 要命啊,來個附魔要被史萊姆打死 欸,可以刷史萊姆喔,這麼好 好,那缺史萊姆的那個 可以來這邊刷啊,喔喔喔喔啊 還是我的神器吧 哈哈,我可能會神器啊 啊,救命啊 救命啊 那一塊後有兜 好,這也是好一點的刀啊 好,不然你們把 練習練習,快跑快跑 啊不行,他取口 快快快快快 趕快撿,等一下東西沒了 這也是做江神的材料 你就有機會去做江神 喔喔喔,打手都來了 打手都來了 OKOK,喔喔 欸,他東西沒有分明子 所以 任何人都可以剪 喔,好 那我來看一下附魔台 我們的新手接待員,感謝介紹 好,那各位玩家一定要記得喔 你在附魔的時候 不要把東西丟了就跑了 欸,也沒有喔 你師傅法用 啊,慘了 慘了 難道我要去想辦法去生嗎 喔,他應該是全線沒有開放的問題 就是 我們常跟玩家講說啊 寶區啊 寶區設定啊 你要開放也是可以用 欸,可以了可以了 欸,可以了可以了 好,那你要看一下 如果說要放撰稿 還有放我們的青青石 他會顯示等級 那他有時候Bug會卡到 那如果按了之後記得把東西拿下來 記得把東西拿下來 不然的話 不小心你離開會東西有時候會噴出來 以前的遊戲常會噴地上 所以有些玩家路過都會撿到 有沒有,撿到一個 撿到一個裝備 撿到一個鎬子 撿到一個什麼的 很好玩啦 對啊 好,所以我耗掉 欸,一點點而已喔 那我再來一次好了 那我要把寶區記起來啊 不然等一下下次又忘了名字了 嗯 他的名稱是 喔 倉庫喔 好 貓黑喔 那是貓黑喔 你好貓黑你好 嗯 我在想 我在想 RESGP的倉庫 好 好 OK,先做個坐標 好 好 好 我要先換 對,我剛剛還拿一隻稿去 去輸 經驗值還夠 經驗值還夠的話 因為他有時候BUG有沒有 金金石又變一個了 所以玩家有時候稍微看一下 等一下他會 誤會說說 欸,到底是 變兩個了嗎 喔,不是 就是一個 那我再做一把劍 劍的附魔王號比較多耶 試試看好了 因為少說來 混出一個掠奪的劍也比較好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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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來 過來這邊 轉一下頭 這邊 欸 又有運 這邊 好 再來附一次魔 先附把 撞稿 撞稿比較有經驗值 啊 喔,30 有有有有 30 樣 幸運的 欸,不錯喔 效率跟幸運的 那挖鑽石可以用 石頭的話是把整塊裝挖回去 那我再來放一顆我的 欸 把經驗值不足了 所以沒辦法再復健了 好吧 他的緣分了 OK 那現在我們的玩家 他的一個絢麗的一個腳底造型 哇喔 亮晶晶亮晶晶 亮晶晶 亮晶晶 好 那我再把東西收回去 喔 先去看一下資源界是傻嘛 傻嘛 東西 我去看一下 欸 先把 把這個 效率稿收起來 幸運十籌 效率 鑽石劍收起來 還有什麼 風力耐久 喔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他講的MU 它有一個資源界 我看一下 MU MU 它就是它的指令的一個 按鍵 傳送界面 我看一下 傳送至資源世界 點擊傳送至資源界 每天晚上12點自動資源界世界重生 每天晚上12點 太殺了吧 隨機種植馬 特別的 就不用特別去背跨物的坐標 因為隨機送至馬 每次都不一樣 哇太殺了喔 所以之前有出生點 主世界 地獄世界 東界 還有系統維收店 跟刷塊廠 跟 傳送至任務 欸 傳送至任務物品 角角商店 好那我們先去資源界看一下 喔 所以他每次的資源界都不一樣 我現在是到 喔喔嚇我一跳 居然有丟在某個空中 唉唷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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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所以他的資源界 是他上面解的喔 種芝麻隨機會產生 隨機會產生的話 就變成說 他每次的東西 會不太一樣 那有的玩家 喜歡玩這種有沒有 看到這座山有沒有 啊就沖啊 埋頭苦沖 有沒有 一路 傻瓜 傻瓜 魚公移山 各位觀眾有沒有看過 魚公移山 就從 從東邊有沒有 一路挖到西邊去 有沒有 就可以看到山的另外一邊了 各位觀眾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這邊整天是亮的 有沒有 阿不小心挖到一個 有沒有 各位觀眾我們已經挖到 山的另外一邊了 所以說你也可以享受這種樂趣 有沒有 阿一路挖過去 好像有人會在地底這樣挖 他這樣挖可以順便挖資源 挖東西 順便又可以去跑圖 因為跑圖的好處 就是跑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像我跟玩家講 你如果海底找到沉船 找到沉船 你可以去做 去尋找他的寶藏圖 寶藏圖都會尋找箱子 那也是一個樂趣 當初1.13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蠻有趣的 你可以去挖個箱子 來尋寶 雖然有時候覺得到後來沒什麼價值 但是 也是一個樂趣 我所有人跟玩家講 我會做那種尋寶活動 就是我在哪裡阿 大家來找我阿 對就可以玩更好的樂趣 現實生活也比較快樂一點 那資源界的話 這邊的話 各位觀眾可以看一下 他的樹就是這樣子 整個棵樹 有沒有 你在砍樹的時候 不用在那邊慢慢等 就這樣咻 全部下來 7棵 有沒有看到 各位觀眾 就有7棵樹下來了 這就是伐木的一個插件功能 所以只要挖一下 就全部下來了 可憐你單身 我也是單身耶 他要不要可憐我阿 現在有矮子了 好 那資源界就是 他剛說明寫的 他可以隨機去挖 隨機去收集資源 每天晚上 他其實每天晚上都會更新 那也沒差啦 反正就是 到處收集到處玩 那收集越多 你會越多 越多東西可以玩 唉唷阿 接下來 探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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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又跑到另外一個世界去了 喔 那如果說 有裝光銀包的觀眾朋友 也會覺得說 他的效率效果會更棒 那目前因為 我還沒有去幫他設定這麼多 我就用基本的東西 再做這個玩樂 因為 因為要設定那些東西 都要花點時間 那目前 蠻多 蠻多 蠻多東西要用的 所以沒辦法去玩 這麼樣多的東西 那 尤其 遊戲這個東西 要整理的資源又更多 現在我才跟玩家講 這麼多東西 你要去玩它 你要去整理它 不然的話 它越收集越多 只要伺服器都還在的時候 你會發現 東西怎麼那麼多啊 像我現在一樣 那一樣記得訂閱 點讚點分享 齊哥 在7月2號之後 會回饋到我 搶斌的頻道 去做我的所有遊戲直播 那邊 觀眾朋友 比較會收到我的訊息 像我之前加我的一些好友 目前 很多都收不到我 相信快了90天了 那記得 訂閱 點讚點分享 那今天的直播 大概就到這邊了 我先跟各位朋友說個完 那好了 反正記得就是 多追蹤 多看 每天晚上我就會做直播 因為 我是上班族 晚上有空我就可以玩遊戲 那有些玩家跟我約玩遊戲 就是在安排時間了 因為今天去整理一下牙齒 所以比較晚回來 那我也不能玩太久 因為還是要整理一下我的一些東西 那直播到這邊 記得訂閱 點讚點分享 就這樣 掰掰